現在我們的小玲姑娘幫我們去教第三個髮型 叫做手絲花 OK 手絲花是創的髮型 對,然後把頭髮縮上之後 然後用手勁緩起來 然後折瓣 折瓣的時候呢,把頭髮掰開一下 掰開之後呢,然後用手 鼓一點頭髮下來,掰下來 鼓一點頭髮掰上去 鼓一點下來 哇,這真的是手不壞啊 對 對 一上一下,一上一下 哇,好難哦 很簡單的 對 哦,我明白了 拔好之後呢 然後用點小頭髮,然後把它固定 固定一下 固定的時候呢,盡量拉個圓 拉個圓的效果往邊上固定 對,往邊上固定 然後放尾的部分呢 放尾的部分呢,用個小皮筋 放下,盪起來 盪起來 盪起來之後呢,然後塞進去 折進去 嗯哼 折進去,然後也用個小筋的啊 固定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再把上面的部分 往下,也弄一個扶子出來 嗯哼,給你找回家固定起來 嗯哼 而且你扁子的時候,你可以盡量扎高一點 其實讓人高挑一點不會很長呀 你會有氣質那樣 如果穿裙子的話 不只是穿新型裝的話 都很適合這個畫型的 啊啊 對 所以說很簡單的畫型 然後剛好接著呢 然後再用夾子 你可以疊在旁邊也可以 疊在旁邊 對 這個好像對我來說比較難取的一點 對,這個是有一點點難度的 就是稍微有一點點難度 不過沒關係的,我們都是不一面的 我們之前也是 在別人頭上練的比較多 然後都自己頭上練練 就會了 要麼就放在上面也行 放在上面也行,就是它隨便你別在哪裡都可以的 嗯哼 就是在旁邊的效果是這樣 對 很好 對 這也是一款簡單的畫面 對,這款還不錯 對 比較狂野一點 對,狂野一點 哈哈 比較這個年輕人 對對對 好啊,那我們謝謝你 謝謝小玲 謝謝你